这是这次兰展在展厅的一些兰花 那展厅里面兰花呢 其实都是附近的各个兰协 兰协的会员带来的他们的花 然后拿来以后呢 进行兰花的评比 可以看到这边有蓝色的标签 红色的标签 那这些呢都是评奖的结果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蓝色的应该是一等奖 红色的标签呢是二等奖 那有的呢还有这种彩带 那彩带呢表示在这个类别里 它是得了最高的一个奖项 那比如说呢 卡特兰12厘米以上的大花是一个类别 那么小花呢又是另外一个类别 那么每一个小类别里面 都会有一等奖二等奖 那么在卡特兰这个大类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最高奖项 那就是得彩带的这个 那么在视频的后面呢 我也拍了一些得彩带的一些兰花 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漂亮的兰花 拍得清楚一点 那现在拍的呢就是一些视频了 给大家整体的大概的看一下 那这边蓝鞋呢 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种类非常非常多 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蓝鞋 那几乎是每几公里就一个蓝鞋 所以喜欢兰花的人特别多 那喜欢花的人也都会去蓝鞋 进行参加比赛啊互相学习 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每个蓝鞋呢 也都会举行自己的小蓝展 会到时候展示一些花啊 或者卖一些花 这种呢都会对这个蓝花的产业 有所帮助 在国内呢 好像这种蓝鞋啊 或者蓝展比较少见 那么真心的希望 国内的花友呢 也能够组织这样的蓝鞋或者是组织更多的蓝展 来促进蓝花的这个产业 像国内呢 有很多优秀的蓝花品种 像蝴蝶蓝呢 原生的兜蓝 原生的熟蝴蓝 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推广的品种 这里拍了一些我特别喜欢的蓝花 和一些得了彩带的蓝花 大家看一看 和其他得一二名的有什么区别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得彩带呢 那最后一张呢 就是本场的冠军只有一名 本场冠军是不是大家期待的呢 在所有的蓝鞋比赛中 我发现 兜蓝是特别容易拿最高奖项的 下一个蓝展呢 是在八月中下旬 是在Saint Eves 那个蓝展的人是最多的 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近 蓝花展示也非常漂亮 蓝商来的也比较多 那一个大蓝展呢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大家关注